你爱朕吗 这是太皇太后赐给你们的玉酒 你们每人各取一杯 享用吧 这酒有毒 不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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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公公 太皇太后为何要赐毒酒给我们 咱家也没有办法 事到如今 我就让你们做个明白鬼吧 多怪你们的运气不好 看到了不该看的场面 李公公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还请您 帮我们向太皇太后求个情 饶了我们大家吧 咱家没有这个面子 更没有这个胆子 这太皇太后的意志 既然已经搬下来了 谁都救不了你们了 这毒酒 你们喝也得喝 不喝 也得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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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公公 我要重要的话要跟你说 李公公 我知道你和我们一样 都服过大不完 都是我白白在宫里的妻子 今天 你若不救我和这些宫人 那么你的秘密 我也不会再替你保守了 为什么不回答朕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如果我说实话 我怕你不开心不给我解药 但是如果我骗你的话 那就是犯了弃军大罪了 你就肇事了说 朕答应你 不论如何 都会救你的哥哥和那些宫人 真的 天字之语 惊口欲言 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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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字说得真干脆 丝毫不顾及朕的感受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皇上是这个天下 最不值得女人爱的人 可是作为老大 也许我会爱上 结拜小弟龙三 但是作为奴婢 我永远都不可能爱上皇上 我永远都不可能爱上皇上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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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福 想不到你要杀我灭口 快追 快追啊 站住 快 李太医 你杀了我 你也活不了 李德夫 你别以为杀了我 就没有人知道 你是傲拜的内奸了 你别忘了 我还有我妹妹一婚 我若是死了 她绝对不会放过你 李太医 你 你我都是同乡有同性 我本来是想照顾你的 可是太皇太后这意志一下来 我们这些做奴才的 除了照办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救了皇上的性命 又助皇上擒拿傲拜立下大功 太皇太后怎么可能不分青红皂白 就要置我于死地 都怪你那个妹妹啊 仗着皇上对她的宠爱 她就无法无天 我在这宫里都已经几十年了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个宫人 敢打皇上的 李太医欢呢 现在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太皇太后不会放过她 李太医 你想把我放了 继续替我保守秘密 让我去向太皇太后求情 我尽量求情 你看怎么样 那那些宫人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 咱们都倪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哪还有闲心顾忌他们啊 不行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么多 无辜的人扫命 我要见皇上 住手 皇上 为人参见皇上 平身吧 李太医 朕设你无罪 你现在马上和索卧图 去解救那些中毒的宫人 为臣遵旨 喳 快 李大夫 好 这差事你办得可真是用心啊 皇上恕罪 男人 乖 姑姑娘 您打仁打量 不要记恨老奴啊 中堂大人 公公有礼了 公众一切可好 中堂大人 您放心吧 一切尽在中堂大人的掌控之中 皇上好骂 皇上现在 还是每天跟一些小伙伴们 摔跤玩耍 无心朝政 他那都是故意 做给老夫看着吧 当年顺志爷 临终脱钩的景象 老夫是历历在乎 不过如今皇上吃骨硬了 不把我等老臣看在眼里了 是时候给他点教训了 那中堂大人 您的意思是 每日给皇上以重补药吧 记住 看着他喝下去 懂了吗 都才懂 都才懂 您 您是如何知道的 公公 我这口气练得还不错吧 原来 原来那晚你也在马车上 那你是如何知道是我 公公啊 虽然您那天行事谨慎 你们 戴着黑纱 我看不清您长什么样子 但是 我看到了您耳朵后面那颗雾子 所以 我还是认出的是公公您 李一欢 太皇太后果然说得没错 您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小丫头 可是李公公啊 这太皇太后也看错了您了 您也不是一个忠心的奴才啊 你到底想怎么样 李公公 您知道的 我这个人啊 是不会害别人的 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害人的人 所以 只要您不对我们兄妹两个 起什么担心 那我们 自然不会对您怎么样 但如果 您的心里 对我们兄妹两个 皇上 等等我 龙小弟 谢谢你啊 其实就算你不求我 我也要救那些工人们 虽然这会让太皇太后特不高兴 但是朕已经擒下了傲白 真正亲者 朕必须坚持其前 不过 这个李公公实在是太讨厌了 向太皇太后高密的人 肯定是他 这个朕怎么会不知道呢 但是李德福十岁就进宫了 侍奉过三代君王 太皇太后对他十分宠信 打朕小的时候啊 就是由他把朕的一举一动 汇报给太皇太后 这已经是惯例了 就算朕有不满 也无可奈何呀 没想到皇上也有这么多的无可奈何啊 咱们皇上无奈的事情多着呢 对了 大补完那解药 你搜到了吗 我哥哥还没有完全地研制出来 估计这个傲白 是想彻底让我和哥哥给他陪葬呢 那怎么办 这傲白虽然已经亲下 但他毕竟是三朝元老 他的一生功果十分复杂 朕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置他呢 而且他的性子十分解药 无论如何 他都不肯交出大博文的解药 龙小弟 我是你老大 自古啊 杰人自有天相 没问题的我 朕真的是没用啊 连你都保护不好 龙小弟 你可千万不要对我这么好 不然我会愧疚的 都快点 把药给我灌下去 慢点 把药赶快灌下去 快点 赶紧的 把嘴敲开 给我喂出去 快 皇上不必多礼 先救人吧 快救人 皇上 我已经安排他们 把药得给灌下去了 那他们是不是得救了 药已经喂下去了 命是保住了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 这酒毒性实在太厉了 纵然服下解药 毒素也早已侵害了他们的咽喉 从今以后 他们再也不能说话了 你是说 他们以后 都是哑巴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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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害了你 对不起啊 都是我害了你 李德福啊 连这点事你都办不好 你真是不中用啊你 太皇太后您息怒 奴才跟纳塞正要把事情办好的时候 皇上跟李欢突然来了 皇上让奴才放人救人 奴才哪敢不遵从啊 哎呀 皇上是中了李怡欢的毒了 中毒不遣哪 这样吧 你把这个李怡欢给我叫过来 谨遵太皇太后义旨 皇上 龙小弟 没想到我冲动打了你一把掌 居然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 朕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在朕的心中 一个好皇帝 与其 让臣民们畏惧 不如让臣民们静安 难怪 人们都说半君如半虎 你现在明白 为什么我说 你是全天下 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了吧 义怀 朕知道 这件事情在你心里 一定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你更不可能会爱上朕了 也许 这皇宫确实不适合你 你应该出宫去 去嫁给你那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妇 可能会更幸福 奴才参见皇上 李德夫妮可真有眼色呀 还敢过来见朕 皇上恕罪 奴才知道 皇上现在心情烦躁 不过太皇太后 宣世叔姑娘去那个慈宁宫觐见 奴才不敢不传哪 皇上 太皇太后不会想 赐奴婢一杯玉酒吧 没事 别害怕 朕陪你一起去 皇上驾到 皇上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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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太皇太后先说说 皇上 奴婢这颗脑袋 能不能保住 可就靠皇上你了 放心吧 这太皇太后肯定不是个好说话的 万一皇上的面子她也不卖 那我是不是该赶紧 脚顶抹油溜啊 皇祖母吉祥 起来吧 刚刚请拿了敖拜 还有许多善后的事情需要做 皇上怎么会有闲侠来陪哀家这老太婆呢 不是 皇祖母一直教诲 说 越是处理大事 越要从容 孙儿 一直谨记于心啊 幸亏爹和师父没有先见之明 别的功课都任由我偷懒 却逼着我狠练轻功 关键时刻果然能够救命 可是我千辛万苦才得到的铜下 还有那么多值钱的珠宝还在永乐寨 这可怎么办 管他的 也顾不上这些身外珠 先保住小命了解 难怪敖拜会栽在这个小丫头手里 都这个时候了 他居然一点也不慌了 皇上 你亲政了 有许多事情呢 可以自己做主张了 也用不着 挨家这老太婆 唠里唠叨了 皇祖母 何处此言啊 孙儿心里极是惶恐 不知孙儿有什么地方做错了 还请皇祖母垂讯 得了 去玩去吧啊 你们都退下了 下去吧 嗯 嗯 嗯 皇上啊 听说你把李太医和那些工人们都赦免了 嗯 嗯 是 这个李太医啊 秦拿傲拜有功 又救过孙儿的幸福 而且 这些工人 都是伺候孙儿多年的老人了 孙儿心里 急事不舍 所以就设免了他们 朕 少造一些杀念 也是为了皇祖母 祈福天寿嘛 哎呀皇上啊 你可是刚刚亲政啊 就如此富人治人 以后怎么立威啊 你那个叫什么李一欢 这个小小的答应 他当着众臣的面 打了皇上一巴掌 而皇上竟然不仅不惩罚他 反倒给他还特赦了一个 笔墨是书的女官员的位置 还给他赐了一个永乐斋 这些做奴才的可真小心 唯恐听到了不该听的 都站得远远的 嗯 我可顾不了那么多 我得认真地听着 万一龙小弟顶不住了 我好赶紧地握 皇上 你这法度尊严何在啊 艾家本来想协助你处置这些事 没料到你已经特赦了他们 你眼里还有艾家这个 把你从小苦心养大的 把你扶上皇位的老祖母吗 你全然不顾艾家这副老脸呢 皇祖母息怒 若是因为此事 伤了皇祖母的凤体 那可真是孙儿的罪过了 皇上若眼里还有艾家 就立刻下旨 赐死这个李玉环 好狠的老太婆啊 果然还是不肯放过我 龙小弟 如果你保不住我 那我就只能发个讯号 通知朱哥哥 和我一同撤离了 那你从此之后 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你可不要怪我绝情啊 谁叫你这个皇帝 当得这么窝囊 连自己的结拜大哥 都保不住我 孙儿自小 就没了父母 全凭皇祖母的疼爱 才将孙儿一手养大 孙儿对皇祖母之心 那是天地可见哪 此事 孙儿可能处置上 有些不当 但绝无半点舞你之心哪 罢了 皇上呢 是仁慈大度 也是正当年少多情嘛 也难免呢 迷了心性 失了分寸 起来吧 皇祖母 您先消消气 这个易欢哪 是孙儿在出宫 微服私访的时候 结识的 那个时候 孙儿一时玩性大发 就假冒 侍卫龙三的身份 和他结来拜 还谎称啊 自己是皇上的替身 没想到他还真信啊 所以 他后来才打了孙儿一巴掌 其实吧 他不是冒犯荣威 他只是 把孙儿当成了 他那个假冒皇上的 结拜小弟了 他居然不知道你是皇上 是啊 这个易欢啊 出身草莽 没见过世面 性子又天真烂漫 孙儿也是一时兴起 想骗面他 没想到 他还真信啊 为了帮孙儿这个所谓的替身 对付傲拜 他还不惜性命 与傲拜那是以死相拼啊 若是 宫里的其他人 对孙儿不敬 那自然是死不足惜 可是 易欢她只是一个 重情重义的傻丫头 又何必与她一般见识呢 哼 原来在你心里 我就是一个傻丫头 你任我做老大 就是为了戏弄我找乐子呢 黄祖母啊 说实话 这宫里 又有哪一个女子 肯为了孙儿 不惜性命 与傲拜以死相拼呢 就看在 她对孙儿这份难得的情意上 饶了她吗 皇上 能说一句老实话吗 你是不是真的 为这个李易欢 动了心啊 皇上 孙儿 刚刚真正亲政为久 那有毛败的余党未能清理 外有三藩作大 还有乾明余孽组成的反清联盟 时刻威胁着我大清江山 所以 孙儿不敢沉溺于儿女四季 对任何女子 都不会真正动心的 容小弟 原来你对我果然不是真心 这样也好 咱俩互不相欠 哀家以为啊 这李易欢是一个狐媚子 让皇上迷失了心心 这样听起来呢 哀家也就放心了 至于这李易欢是要杀要赦 那就看皇上的了 皇祖母啊 这孙儿还有一事相求 这易欢呢 她娇俏可爱 天真烂漫 就像一个开心果 所以 孙儿想把她接着留在宫里 让她伺候 你怎么又绕回来了 皇上啊 你小小的年龄 承担起大清朝的重任 爱家想想都心疼 皇上什么时候做到 不懂真情 不悟国事那你就真正的成长了 皇上 你看这后宫 有那么多的小丫头 你叫哪个不是啊 非得她 这个李易欢不可吗 她有何等的姿色呀 何等的本质 皇祖母 这易欢真的是 非比寻常的女子 孙儿 求皇祖母成全 这个李易欢是不是在门口耗着呢 那就叫她进来吧 让哀家见识见识 太皇太后和皇上宣士叔姑娘觐见 是 奴婢遵命 太皇太后 皇上 世叔姑娘觐见 太皇太后吉祥 皇上吉祥 果真是一个灵袖的人儿 你定着哀家做什么 奴婢只是好奇 原浪太皇太后长这么好看啊 慈眉善目的 就跟画里走出来的观音菩萨似的 你不必在这里 花言巧语 李欢 你可知罪 奴婢知罪 你知什么罪 是 将来给哀家听听 奴婢 奴婢 奴婢白长了一双眼睛 没有认出来皇上就是货真价实的真龙天子 奴婢更是长了一个猪脑 居然皇上说什么 奴婢就信什么 你看你看 皇上 你看这小丫头啊 她哪里是在认罪呀 她分明的是啊 拐着弯的数了皇上 皇祖母 这丫头一向如此 心直口快不知清楚 那你就起来吧 谢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奴婢说的都是真的 没有骗您 当初奴婢看上皇上穿着龙袍 坐着龙脸 回到御书房的时候也觉得好奇 奴婢就追上去问皇上 你 你到底是皇上还是龙三啊 结果皇上一脸严肃地跟奴婢说 小声点 我当然是龙三 不是皇上 你 你不是皇上 可是为什么外面那些人都跪下 叫你皇上呀 那是因为 我呀 是皇上的替身 你是皇上的替身啊 对啊 因为我身形跟长相都酷似皇上 所以啊 我是皇上的替身 你也知道 咱们大清啊 虽然入关数十年了 但是根基未稳 皇上又年少 刚刚亲政嘛 不光这乾明余孽 还有很多朝中的大长 都想谋杀皇上 所以呢 我就当皇上的替身 原来是这样啊 我也不得你会跟我结拜呢 要是皇上的话 怎么能跟我结拜呢 对啊对啊 这回知道了吧 为什么我龙三 你在宫里打听不出来了吧 那是因为 我不是一般的侍卫 我呀 只需要在皇上需要我的时候 出来露面就行了 太后太后 你们都笑什么呀 奴婢说的都是真的 没敢骗您 奴婢当时就想 龙小弟真可怜 为皇上卖命 还得替皇上挨刀子 这丫头啊果真有趣啊 皇祖母 当时的情形啊 确实如此 孙儿啊 也是一时同心为民 见这个丫头啊 什么都不懂 特别有趣 想逗一逗她 想逗逗我 但是奴婢当真了 真的把华生当成兄弟 不想看着你去死 太皇太后 奴婢真的以为 她要去跟敖拜拼命 所以就把身上的金蚕背心 拖了下来 给了她 还陪着她 一起去跟敖拜拼命 要不是我哥哥及时赶到 恐怕我跟皇上 我跟皇上就 瞧这丫头啊 委屈得又 得了 哀家呢 就饶过你了 真的 嗯 谢太皇太后 还是太皇太后好 不想皇上 就知道欺负奴婢 哀家听说 你在大庭广众之下 当着那么许多的大臣们的面 打了皇上一巴掌 是吗 哀家着实地恼怒 没想到就像皇上说的 你只不过就是一个不懂规矩 而且呢 还对皇上有恩有义的一个小傻丫头 所以太皇太后 您的意思是可以饶恕奴婢了 不 你毕竟打了皇上 你这叫犯上啊 要是对你不进行惩罚 哀家和皇上的威严何在啊 啊 太皇太后 您还要罚奴婢啊 哀家对你啊 是死罪可免 活罪就不能饶啊 这么着吧 你哪只手 打了皇上 那就伸出哪只手来 就得挨打五十手吧 哦 太皇太后 我爹跟师父从前总打我手板 我都打怕了 能不能换一个不打手板啊 死罪都给你免了 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不是不是 奴婢不敢还价 只不过 奴婢是用右手打的皇上 可是奴婢这右手受了伤 他还缠着绷带呢 太皇太后您看 是啊皇祖母 一欢手上的伤啊 还是为了救孙儿 被敖拜用匕首给刺的 这伤口又长又深 这血好不容易才止住的 现在还没愈合呢 那就伤好了再打 太皇太后 您就饶了奴婢吧 奴婢知错了 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 这样吧 哀家呢再给你一个机会 哀家出三个题目 你要是答对了 就免去这五十手吧 考试啊 奴婢最怕考试了 能不能不考试啊 你这个小丫头啊 又怕死 又怕挨打 又怕考试 那怎么着 那是挨杀头呢 还是挨打呢 还是硬考试呢 那还是硬考吧 不过太皇太后 您出的问题 您出的问题 会不会根本就没有答案啊 哀家怎么用这种方式 来对付你这个小丫头啊 哀家出的题目是有答案的 是是是 太皇太后息怒 是奴婢小心眼了 那请太皇太后出题吧 告诉你小丫头啊 这后宫之主是皇后 就由她来出这三道题 一个时辰之后 回来再考你 是 谢太皇太后 皇祖母 您就这么轻易地 放过李宜欢 那个狐妹子了 不放过她 又该如何呀 就算是灭了她 你想想 皇上也 不会亲近你 更会疏远你的 哀家也会遭到一生的怨恨呢 那您就不担心 李宜欢继续留在宫中 祸害皇上 开始的时候 哀家也有担心 可后来一见到这个李宜欢呢 她只不过就是一个 鲁莽的小丫头而已呀 皇上也就是少年新姓 找一个新鲜有趣的玩伴而已 所以哀家呢 想放她一马 等待以后 事情形而定吧 既然皇祖母都这么说了 那妾身 就暂且忍耐了 哀家出了这三道题 一是为了考量一下这离欢 二呢 也好给皇后一个机会 现在呢 这前面这两道题呢 就由皇后来出 最后这道题 由哀家来把关 好 这第一道题呢 你要用一根绳子 把这块冰从这个碗里挪到那个碗里 这么简单啊 不简单 条件是不能用这根绳子拴住这块冰 那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帮忙吗 可以 但是只能用一只手 这只手呢 还不能碰到那块冰 皇祖母 这太难了吧 这只能用一只手 又不能接触这冰块 那怎么用这根线 把这个冰块挪到那个碗里去啊 皇上啊 若是这丫头认输的话 哀家就让李总管给你做个演示 可是这五十手板 你就着实地挨上了 皇祖母 这义欢手上还有伤呢 那伤好了再打 皇祖母 这个义欢要是实在办不到 能不能看在孙儿的面子上 给他换一道题啊 哀家是一再让步啊 已经给皇上足够的面子了 皇上 不用再替奴婢求情了 奴婢已经想到办法了 真的 你确定啊 请太皇太后跟皇上 给奴婢一点时间 奴婢要去拿一样东西 可以啊 不过你得快点 不然的话这块冰就化了 谢太皇太后 奴婢告退 你让开 谁家野孩子啊 没点规矩 让开 这孩子 这丫头怎么还不回来呢 这兵都快化了 你想出来办法没有 牛逼想到办法了 好 好了 一稍等片刻就可以了 这丫头 没想到既然用这个法子 你这罐子里边装到什么东西啊 这是奴婢抓紧一切时间 从御膳房拿了一罐盐 朕明白了 朕以前学的功课里边 也有这一门知识 只不过刚刚情急没有想起来 一换 想不到你还挺博学的 皇上千万别夸奴婢了 从小到大奴婢不喜欢好好学习 但是什么都学 只会那么一点点杂而不惊 跟博学二字万万站不上边 奴婢之所以知道这个办法 是因为小的时候 在冬天啊 奴婢喜欢跟自己的哥哥 用盐水呢动冰人 所以才知道这个法子的 好啊小丫头 这第一道题就算你过关了 艾家接下来再考你第二道题 你数数 横着数多少 数着数多少 一共多少个铜板 数数 回叹皇太后 横着数有四个 数着数有五个 一共是八个铜板 好 你就从这八个铜板里头 拿出一个铜板来 把这两列铜板 变成都是五个 可是这不对啊 横着就变成我 数着变成四个 艾家给你一炷香的功夫 你要是再猜不出来 那就算你输了 完了完了 小的时候 奴婢不想好好学习 老在师兄师姐面前捣乱 而师父们总是吓唬我 把戒指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这下好了 以前没挨多少打 现在又全给补回来了 太皇太后 您只说了 只能移动一个铜板 但您却没有说不能重叠 您看奴婢做得对不对 哎呀小丫头啊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还是有人帮着你作弊啊 太皇太后恕罪 其实是皇上先想出来的 然后告诉了奴婢 奴婢才说出答案的 你这丫头 朕好心帮你 你还出卖朕 皇上对不起 如果这道题没做出来是小事 但是如果因此欺瞒了太皇太后 那可是犯了大罪 皇子母 其实呢 孙人也就是摆了个手势 不能算是作弊 再说了 这道题啊 她本来就简单 孙人就算不提醒奴婢 奴婢她自己也能想出来的 你这奴婢小丫头 她若是不承认 你皇上也不承认 那哀家再怀疑 也得不着你们的把柄 罢了 就看在你这小丫头 诚实的份上 这道题就算过了 谢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您人真好 就像画里走出来的 观世音菩萨转世似的 净说漂亮话 好了哀家呢 接下来再给你下第三道题 不过呢皇上 你就不能再度地帮臣作弊了 孙人明白 这第三道题 孙人绝对不会再帮着作弊 你如果再作弊 当然也算输 这第三道题 小丫头你听好了啊 什么事情别人都能做得到 偏偏你自己做不到 这个嘛 奴婢知道了 除了奴婢 其他人都能杀了奴婢 唯独奴婢自己不能杀了自己 好 这个答案好 黄祖母 这一关奴婢算是过了吧 皇上啊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你想想啊 一个好好的人 他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去杀人呢 当然了 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杀自己 只是呢 看他愿意不愿意杀自己 所以呢这个答案不对 这道题的答案不对啊 当然了 这个答案呢 是需要有人来掩饰的 太后太后 奴婢现在脑子都成浆糊了 实在是想不到答案 看来你是自愿认罚了 皇祖母 孙儿也不敢再为奴婢求情了 孙儿只是希望 你能多给奴婚宽限一日的时间 让奴婚自己回去 好好想想 好啊 那就看在皇上的面子上 就宽谢你一天 为了不让别人给你帮衬作弊 哀家就要把你留在此宁宫一天 待到明天这个时辰 你要是再打不上来 那就要着实挨打了 谢太皇太后 李怡欢这个小丫头 真够机灵的啊 轻而易举的就解了这几道题 原本妾身出的第二道题 是可以难住李怡欢的 如果不是皇上相助 只怕她早就输了 皇后不要这么想 即使是皇上没有相助 这李怡欢她也会答得出来的 只不过是呢 都花些时间罢了 幸好皇祖母出的第三道题 把她难住了 就算她想了三天三夜 也未必想出答案 只是 又怕这一夜之隔 又有人给她送答案去了 只要皇后 你知道哀家 为什么出这三道题的目的 就可以了 为什么计较结果呢 如果这李怡欢 没有想出这个答案来 那作为皇后你 该怎么做 才会是最好的结果呢 是 敖拜已经被打入天牢了 你难道还要替他卖命 我哪有替敖拜卖命 我这不跟你一样 被敖拜逼着服了大不完 才身不由己的吗 我也就是偶尔 替敖拜传递一下消息 可我没有做过 什么过分的事情啊 李太医 看在咱们是同乡 又是同性的份上 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可千万别出卖我呀 我们不出卖你 你就要出卖我们 义欢打了康熙一巴掌 你为什么要跟太皇太后告密 这叫杀人灭口 冤枉啊 李太医 我虽然跟你一样 受制于敖拜 可是敖拜说了 我是他内线当中 身份最特别的一个 有什么事 他单独跟我联系 除此之外 别人毫不知情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们兄妹也知情啊 又怎么可能想到 去杀你们兄妹灭口呢 我跟义欢 毕竟是皇上安排在 敖拜身边的人 你是担心有一天 我们知道了 你是敖拜的奸细 向皇上告密 所以 才想接太皇太后的手 先杀了我们灭口 不 义太医 我没你想的那么狠 既然皇上已经把敖拜拿下了 没有怀疑到我 那证明你们对我没有威胁 再说了 我是奉了太皇太后的一旨 监视皇上 每日向她 汇报皇上的一举一动 可是皇上已经亲政了 权威日众 我再也不敢像以前一样 真的事无大小巨细 都向太皇太后去汇报 更何况皇上 那么宠爱你妹妹 我怎么可能挑拨太皇太后 去杀了你们兄妹呢 我要是这么缺心眼的话 我还能活到今天 还能当上大内总管 不是你 那会是谁呢 这 这我 是真就不知道了 在皇宫里啊 这人际关系复杂着呢 你都不知道这背后 谁拿着谁的钱 替谁办这事呢 好吧 我暂且相信你 看在咱们是同性同乡的份上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以后啊 我们要多多相互照应才是 对对对 相互照应 相互照应 皇上 怎么愁眉不展啊 是在为怡欢妹妹烦心吗 太皇太后出的最后一道考题 实在是太难了 真想破了脑袋 也想不出答案来 妾身想来想去 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雪嬷嬷 你可有什么好的主意啊 老奴也想不出来 皇上不必发愁 这朝中人才济济 皇上何不暗中召集几位心腹大臣 共同商议一下 集思广益呢 说得对啊 婉欣 这后宫之中 就属你最温柔体贴 别的嫔妻啊 都嫉妒怡欢 巴不得暗中盼着怡欢出事 只有你才是真心实意地对她 妾身一来是为了帮皇上分忧 二来是真的喜欢一环妹妹 你说咱们这皇上啊 自从亲政以来 可从来没有这么晚召集过咱们啊 你们都说说 这有什么急事啊 会不会是敖拜一案 又出了什么重要线索 李太医 李太医 你也来了 莫非是 皇上他龙体欠案 好难啊 这话可不可以乱说 小心 这叫祸从口出 明珠大人 李太医 说什么 怎么回事 皇上突然差人 传来口谕 让卑职火速进进 却没有说所为何事 行 进去吧 走 明珠大人请 请请 诸位爱卿 朕深夜召诸位前来 是因为 朕碰到了一件为难之事 朕思虑了许久 都没有想出答案 所以啊 想听一听 诸位爱卿的高见 不是 敢问皇上 是何为难之事啊 这有什么事情啊 是只有其他人能做到 而自己却偏偏办不到的 原来皇上 是为这样的事情在为难啊 有了 比如说 别人可以杀得了我们 但是 我们杀不了自己 这个答案不对 这个答案只是诡辩 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杀了自己 而不是绝对做不到 这个答案 必须是 别人可以示范出来给大家看 而自己却偏偏无法效仿的 皇上 不知皇上 怎么突然问起这么奇怪的问题 还这么着急 想要知道答案 这其中缘由朕不便透露 周爱卿只要好好开动脑筋 帮朕解忧就行了 有了皇上 皇上 我们每个人 都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 把自己从地面上提起来 但别人可以啊 这个答案也不行 出题之人只怕会说 我们每个人只要轻轻一跳 就可以离开地面 为何还要把自己的头发 给提起来 所以啊 这个答案还是过不了关的 皇上 此等古怪刁钻的问题 实在是难有标准答案 究竟该怎么回答 皇上 完全要看出题的人 是否在故意地刁难 皇上 这出题的到底是何人 是一回事 好了 想做了 的 那个歌 但你死定了 如果我给你拍照 做完传奇 就行了 明天 我必须 所以我对他说 看来我对他说 你还不想 你还不想 不想 这就是他说 我对他说 你会这样 你 không 我对他说 这是我 他说 我也跟你说 我对他说 妹妹 薛姊姊 来 走 你怎么过来了 你不是被皇太后 软禁在慈宁宫了吗 那个老太婆 哪知道我的厉害啊 派了个小小的宫女看着我 我直接把她的 昏睡雪给点了 我就从床上溜出来了 不过薛姊姊 我不能在你这儿待太久 皇上不在 我怕那老太婆 发现了对我下毒手 好 这所图和明珠府上 养着上百的能人意识 在天亮之前 必定能找出朕满意的答案 只不过 太皇太后为了防止朕作弊 已经派人盯着义患了 李太医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把这个答案 神不知鬼不觉地传递给她 这个好办 微臣小时候 跟陈妹在同一家私塾学习 陈妹性情顽劣 不肯用功 为了帮陈妹 逃避师长的责罚 微臣也常常在暗中 帮陈妹作弊 到时候 皇上只要用 微臣当时的办法 把答案 传递给陈妹即可 皇上啊 正在连夜召集心腹大臣 帮你一起想答案呢 这个皇上 皇上 对你可很上心喽 他只不过是见惯了宫里这些 贤良殊德的女子罢了 对我呢 只是图个新鲜 曲几家 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找到佟霞了 我要跟朱哥哥赤住紫禁城吗 佟霞 你已经找到了 这个佟霞是从敖拜府找到的 这个佟霞是从敖拜府找到的 我怀疑呢 我们明珠谷有内奸 把佟霞这个秘密告诉了敖拜 但是敖拜出于私心 就没有伤报给朝廷 就一直把这个佟霞 收在自己的府里 哦 原来是这样 嗯 真没想到 咱们明珠谷里有奸细 会是谁呢 不知道 不过朱哥哥已经告诉我爹了 我爹现在赶回明珠谷 跟各位师傅商量一下 查清奸细的事 你说这奸细 会不会把你我的身份 也泄露给了敖拜 据我推断 这个奸细 应该还不知道 我们在谷外的行踪 他更不可能料到 我们能够到皇宫里来 所以我们再试试安全呢